北京时间11月11日,2017-2018赛季CBA联赛第七轮,吉林主场迎战五连败的青岛队,吉林137-119青岛。 本场比赛,老将篮德里拿到了35分12篮板的两双数据,不过比数据更重要的是,这位曾经的火箭神鸟凭借自己的拼劲帮助球队在一场惨败后重新找回了自信, 让国内球员心里也都有了底。 上一场比赛,篮德里虽然也砍下了35分和13个篮板的漂亮数据,但球队却在主场55分惨败给了山东,这样的一场失利让球队上下都蒙上了一层阴影。 好在他们本文仍然佐证主场,又迎来了同样遭遇到连败的青岛队,大家都希望能通过一场胜利一扫此前的阴霾,让球队重新找回赢球的信心。 于是,篮德里就在这样的球队背景下站了出来,比赛一开始状态不错的神鸟就连续攻篮得手,让吉林队一直保持着领先,而在防守端他也有积极的贡献。 抢断后的快攻爆扣也是让现场球迷连呼过瘾。 特别是在第二节有一个镜头,打得惊喜的篮德里在篮下接到高失言的分球,面对自己的火箭后被琼斯的防守,上来就是一剂批头盖脸的暴力贯框,这一扣也瞬间点燃了主场的球迷的激情。 要知道篮德里如今已经34岁,比1992年出生的琼斯大,了将近10岁,可两人在本场比赛中的状态却不可同日而遇。 曾经被国内球迷亲切的叫做神鸟的篮德里,从2015-2016赛季小力76人之后就一直没有打过职业联赛。 虽然人们印象中的神鸟有着不错的中投技术,以及勇猛的作风,但一年没有打职业篮球的这一情况,也让许多俱乐部不得不对他的状态感到担忧。 其实赛季前就有媒体报道,蓝德里竟然是通过国内的媒体帮忙,才在CBA找到工作的。 但从目前为止蓝德里的状态来看,吉林队的管理层肯定是要偷笑了,能牵下如此人气高,能力强,同时又有着认经的好外援,确实是十分难得的。 豪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